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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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主持收看 文操聖券節目 今天的大盤又再度的破底 那這個大盤也進入到所謂的末跌段 末跌段就是屬於一個超跌段 那當然超跌了之後 會有所謂的超漲一個利潤 但是目前為止 投資朋友們對這個行情 都非常的悲觀 這是顏老師所擔心的 其實這個股票市場裡面 多空的一個循環 你要以中信來做出一個看待 那目前為止 融資的一個狀況是大減 融卷開始增加 這個就是趨勢 即將反轉的一個前兆 這個時候的話 你應該好好的去檢視一下 你們手中的股票 將手中的股票做到一個太多流牆 最後把資金集中 然後你可以做出一個重壓 這些重壓的股票 也就是之前沒有大漲的股票 在這一波趨勢反轉之後 開始出現一個行情的時候 這些股票 你只要掌握到一檔或兩檔 做到一個底部重壓 我相信一個波段的行情 就能夠讓各位做到一個反敗為勝 先來看一下今天的大盤 那今天的大盤下跌了92點 目前為止這個加減指數已經大跌了 那在大跌之前 我相信顏老師在6月份就提醒你了 在6月初 在這個位置區6月2號 老師就在節目裡面 事先的來跟各位公告 因為這個所謂的大盤的一個趨勢 它一定有方向 之前叫做多方走勢 很多人跟你喊空嘛 那等到漲上去了 很多人就開始跟你講說 現在是屬於一個多方 所以這個超過1萬點以後 還會再漲 結果沒有嘛 看到1萬014點以後 這邊開始做出個震盪整理 甚至目前為止 跌到了這波的一個低點 來到8449點今天的收盤 那顏老師到底有沒有在高檔區 事先跟各位來做出預告 我相信這個證據會講話 老師這張圖卡都保留 那當時候在6月2號 大盤出現一個3D加工盤 我們馬上做出了一清專案 來做到一個保護我們會員 當這個大盤跌深了以後 開始反彈 這個反彈的行情在6月29號 包含6月30號 我們這兩天都先行 做出一個清場的動作 從7月份開始老師就跟你講 黃金這個所謂均線三角裡面 出現一個死亡交叉 到目前為止 老師還是跟你講死亡交叉 但是目前為止 已經來到末升段了 末跌段 更生下末跌段 末跌段會從死亡交叉 變成黃金交叉 這個時候的話 我們開盤八法裡面 有兩個訊號 等一下老師會跟你講解 它叫3D跟三高 3D三高開出來的話 本身它就是一個變盤的轉折 再提醒你一次 大盤下跌了1600多點 目前為止來到末跌段了 你不要再殺低了 你不要再殺低了 有些訊號 開盤八法裡面3D跟三高 即將要出現了 從7月27號老師跟你講 兩點地盤開出來 大跌了200多點 加速趕底 包含8月3號老師在節目裡面 也跟你講 大跌了140點 你應該是要站在一個貪婪 千萬不要恐懼 今天老師還是要重複的跟你講 這個大盤跌到今天的低點 已經大跌了1610點 這個地方叫做超跌 超跌 如果說你之前聽的老師的話 你這個損害應該會減少 目前為止資券的變化 融資餘額1564億 應該近期而言 再度的降到1500億附近的話 有機會出現一個止跌的訊號 這個時候融券的一個單量 開始增加的話 多空異位以後的話 老師認為你要站在這個地方 叫貪婪 你千萬不要再恐懼了 不用怕 大半路那麼多 也沒有那麼多的一個點數 可以讓它掉 你想想看 大盤從1萬多點 跌到今天的收盤還不到8500 還不到8500 短線上面就跌了1600多點 你這個時候的話 彎腰減鑽石 彎腰減黃金 就是應該貪婪 目前為止的大盤 看到所謂的融資水位 創了一個近6年半的一個新低 目前為止的話 真的底部出現所謂的3D盤 這個3D盤破趨勢 在低價圈的一個操作 你要記得這是一個轉折 先看到3D 再看到3高的話 確定這個大盤就要開始反轉了 那底部的一個形態的話 老師給你歸納起來 包含所謂的頭肩底 雙重底 跟三重底也好 跌形底也好 包含V型反轉 這五種訊號裡面 一定需要開盤8法裡面 3D或3高 如果說你用K線的形態來看的話 它會出現所謂的光頭陽線 或是說出現一個叫大陽線的 那如果說均線三法裡面告訴你 短線穿過中線 這個所謂的漲勢 就應該會在近期以內 就會出現了 這時候的話你要做到一個提早準備 先把手中的資金準備好 看到老師的簡訊 我們就可以一起進場佈局 那今天老師要講到這張股票 代號3454的金銳 這張股票老師 之前就在節目裡面先跟各位講了 如果你有打電話進來索取資料了 我相信這份資料應該在你手中 來我們來對照一下 應該沒有錯吧 就是這張股票 老師說跌升了以後 就是最大的利多 底部區出現一個帶量上攻 但是老師不是要你去追 我們要利用拉回找買點 那今天這張股票 3454的來金銳 今天這張股票 來今天最高87塊錢 87塊錢的話 我們用還原全值來看的話 來今天再創波段新高 也就不景氣的時候 你如果說能夠掌握到一檔這種股票 這個波段的一個漲幅 一樣能夠讓各位做到一個獲利盧帶 那今天 顏老師要公佈我們這張股票 第二次的操作 之前的一個操作在底部區 我相信已經公佈過了 那今天我們再度的做出一個獲利了結 兩次的操作 希望我幫我們的會員賺一點零用錢 好 那我們看一下 持續看老師節目呢 你應該很清楚了 7月30號老師跟公佈這張股票 他是出現個底部紅三兵 這個底部紅三兵 就是一個攻擊的訊號 不要等驗證 你要積極的來賺錢 底部紅三兵以後 出現個底部紅四兵 好 我們簡訊開始保密 那持續的大漲 你還在驗證的話 你是賺不到錢的喔 你是賺不到錢的喔 8月4號老師跟你講 真實的操作 有買有賣 我們都交代的非常清楚喔 包含會員等級 這張股票的一個代號 身份證 好 我們在8月4號跟你驗證 不管你是買10張的 你買50張的 至少你都做到一個獲利入貸 好 獲利入貸對各位而言非常重要 可以利用這筆資金啊 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喔 那當然現在要公佈我們第二次的操作 那第二次的操作在8月5號 好 在8月5號 好 這個叫瞬間的買點 一樣8月5號 8月5號創波段新高啦 但是我們是買在早盤啦 買在早盤這個位置區 跟你來對照一下你就知道了 8月5號現買現賺 收盤價在這個地方 因為盤是不是很理想啦 我想說在今天早上一開盤喔 我們就順勢先行做到一個獲利了結 那其實不是說我們賺了多少錢啦 賺了這個只是零用金啦 真的真的不多啦 老師要跟你講的就是說 這樣股票我們目前為止做了兩次 這個叫做最佳的一個示範 好 低買高賣 兩次的一個操作 我們目前為止先做到一個價差操作 兩次的獲利先放口袋 累積我們的資金以後 我們準備做第三次的操作 這才是重點啦 股票不是說只有買沒有賣 今天我們公布了第二次的一個操作 後面的簡訊老師就開始保密囉 就不會在節目裡面秀囉 8月6號老師跟你講 賣價減買價來 買的張數越多的 你應該賺的越多 那老師為什麼會買這張股票 你要注意到盈利率毛利率 老師常常講的 盈利率毛利率代表說一家公司 他獲利的一個能力有沒有辦法增長 上半年的營收如果成長性不錯 那你就要看到下半年 有沒有辦法繼續的做出一個成長 新產品的一個在市場裡面推出以後 能不能夠得到一個市場的認同 那最主要他的新產品裡面 有所謂的一鍵設定 包含所謂的畫面的一個流暢度 他是做安全監控的 包含遠端連結跟所謂的管理 這個監控的系統 那應用端非常多 包含零售商店 包含餐廳跟超市 我相信田全席的一個行情 在近期而言的話 這張股票身上有看到了 那我們買進這張股票 當然不是說我們兩次操作結束了 老師就不會再做了 兩次只是小菜 他不是大菜 那有人認為說 這個老師短線上面漲幅很多 其實我們賺股票不是說 這一波上去做完了 操作兩次就結束了 我相信投資朋友們 你要的也不是這個 像我們之前的操作 很多的股票都是50% 都是有辦法漲一倍 漲兩倍的 我希望你也能夠遵循我們之前的模式 那這張股票你用長線來看 他是不是在低檔區 如果說你用所謂的短線來看的話 他當然漲很多啦 那你用長線來看呢 他真的漲很多了嗎 沒有啦 這個股價經過大幅的修正 目前為止 這個地方只是一個起漲點 一個起漲點就能夠讓各位賺得很多 就跟我們之前4137的利豐也是一樣啊 有人認為說 哇這漲很多啦 那老是一樣把圖縮小嘛 真的漲很多嗎 大概只有反彈到1 2的位置啦 但是從這個地方啊 你做出個買進啊 到目前為止啊 我相信每一個人啊 都是做到一個大獲全勝 所以說有些股票麻煩各位 一定要低檔區開始佈局 找尋一些基優的好股票 技術面在低檔的 今年下半年有爆發性的 那復興節快要到了 那老師在這邊 回饋給全國的投資朋友們 今天看到我們節目的 看到我們電視的 老師開放前面50位 前面50位 你打電話進來 直接跟我們的助理 來做出個索取的動作 順便把手續辦好 那我們準備要佈局了 就只有這三檔股票 這三檔股票是一個投資組合啦 大盤大跌的1610點 老師有責任有義務啊 要幫各位做到一個反敗為生 老師就會利用這三檔股票 在拉回的時候 我們會帶各位來做出個佈局 老師不希望你在電視機旁邊用驗證的 因為你驗證的同時啊 你是賺不到錢 也不是說你拆到了這三檔股票以後 你自己去買就會賺錢 千萬不要 按照老師跟你講的黃金買點 我們再做出個佈局 那三檔股票基本面都非常好 技術面都在低檔 我們不會去做出個追價的動作 我們利用拉回找買點 你對顏老師有信心的 你認為說我之前輸的錢有機會 會在這三檔股票裡面找回來 那老實跟你講 業績成長在今年下半年 有機會爆發 產業的前景也不錯 這三檔股票 我們就送給各位 現前面50名打電話進來的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我們先進去問 為什麼 我們先進去問 李宗朝 worldwide 再起來 好 我們先進去問 有段時間 來把它發出 我們先進去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来全球小小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来全球小小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温宁主持人文超胜券 那大盘大跌了这么长一段时间 那真的你不要太悲观 那行情总是会从悲观中那就会产生 在这个地方你不适合做空 因为目前为止大盘跌到这个波段的低点 8404点已经大跌了1610点了 这个地方没有理由去做空了 这个地方的话如果说后面再跌的话 就会进入到所谓的超跌段了 所以说手中目前为止有现金的 老师会带你积极的来做出个布局的动作 那当然近期的行情比较震荡 你可能心里面也不是很舒服 那你要多加的忍耐 因为天亮以前 这个夜总是黑的 所谓的黎明前 这个黑暗特别久 老师要用这句话来勉励各位 那我们近期的操作 来先看到3454的金锐逆市股 也就是说大家都行情不好的时候 有些股票它反而会涨 这是我们第一次真实的操作 那时间落在8月4号 我们做了第一次的卖出 那当然这次获利会比较多 那盘市如果说不好的话 我们买进了一档股票 我们会顺势的先行的 做到一个获利了结的动作 那其实不是说赚多少钱 这个不是重点 重点在说我们把资金 两次操作的一个资金 获利了结以后 我们目前为止 把资金先抽回来 先放在身上 那这个礼拜 有股票 有非常好的股票 进入到超跌区了 我们就会带会员买进 我们买进的股票 不是说之前涨了 现在正在反弹的股票 绝对不是 我们要买的股票 是像所谓三四五四的 金瑞这种股票的 也就是之前 这档股票去年开始一路的跌 那最近 它才开始涨了 最近它才开始涨了 我们会去操作这种股票 也就是说新的一个主流出现 新的一档股票出来的话 我们会从底部开始去做出个布局 那目前为止两次的操作 至少对我们的会员有所交代 那公布了第二次的简讯 下次的简讯 我们就不会再公告了 那赚的钱只是零用金 请笑纳 那第二档股票叫做3081的联雅 联雅这档股票 近期创新高 你买到这种股票 你应该也可以赚到钱 也可以赚到钱 我们之前的一个操作 我们公布了 那后面的操作 老师就不方便公布了 那一档机优的好股票 一定要在底部去 开始做出个布局 那逢高获利了结 拉回我们还是会少买点 那这档股票最早介绍 应该在7月24号 7月24号老师说这档股票 3081的联雅 你要看趋势 你要看业绩 你要看筹码 找到一个关键的点位 早上有人跟你通知吗 如果说有人跟你通知嘛 你可能买到以后 直接怎么样 直接往上拉 直接往上拉 那第二次的简讯 我们公布在7月29号 它这个叫做创新高 拉回以后的平切线 这个关键性的买点买到的话 可以直接拉到涨停板 我相信这个马上买了以后 马上可以验证 这同一天 7月29号的K线图 那7月29号盘中的 一个瞬间急拉到涨停板了 我相信这档股票 你看老师节目 不是看第一天的话 你应该很清楚了 那后面创破端新高 我们公布了 我们第一次的卖出 简讯也进入到保密期了 那第一次卖出的一个证据 那这档股票 高价股的部分你要注意 它的卖价钱买价 这个价差非常大 来导播拉近一下 我们看一下 这个价差非常大 56块钱 你要赚56块钱不简单 尤其是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你想要赚那么多钱 非常不简单 你又想做到一个落袋为安 哇这个困难度非常大 也就是说你要有安全的买点 你还要有安全的一个卖点 好来跟各位示范一下 第一档的拇指线买了之后 它出现了所谓的长阳棒 长阳做推升 拉回整理之后 底部的红山兵创新高 顺势的去做出个调节 拉回找买点 这个地方的话 不管多方跟空方 都会出现一个讯号 那我们后面的一个买卖 我们就不方便公布了 但是你记得在8月5号以前 它的盘中是打到跌停板 那这张股票后面 为什么还会在大涨 你有没有想过吗 业绩好 产业趋势好不好 筹码面在谁手里 谁在买 一定是有人买 才有办法拉到涨停板 那营收后面会不会成长 你要注意到 这个基本面会带动股价 严老师说 这个盈利率毛利率 是我们注意的一个标杆 这个标杆非常重要 那你看月营收的部分 如果说它公布季报 你认为它会衰退吗 甚至今年下半年 成长性非常大 因为它之前叫做新贵的获利王 目前为止在扩充基台 那中国的政策方面的话 目前为止需求 光通讯的一个需求是大增的 那这个市场的缺口 目前为止还是非常大 那当然法人的预估 你就看一下了 这张股票有机会大涨 那要不要布局 这要看各位的眼光 那包含这个GIS也是一样 我们为什么要买嘛 低档拇指线 涨到底部红山兵 拉回找买点 这个布局有没有成功 我相信你都可以来验证 这布局有没有成功 有啦 那还有没有持续创新高 你长期在看老师节目 应该都很清楚了 那再创波段新高 股价创新高 记得会买一定要会卖 卖了以后 你看到老师都秀证据给你看 一定有证据啦 第二次赚的就比较多啦 一张可以赚两万三啦 十张可以赚23万啦 你买100张你可以赚230万喔 非常大的一个数字喔 第三次一样先做价差 那第四次也不错 十张你可以赚6万五 一样把它放口袋 近期而言你特别要留意 打到波段的低点 老师跟你说什么 老师跟你说什么 来 老师现在要跟你讲了喔 这个趋势在低档区有没有改变 你要判断 低档区出现母子线 单根的K线叫做丁子线 那今天股价 大盘大跌的将近100点喔 这张股票有没有跌 还是没有跌喔 所以说股价会回归到所谓的基本面 营收的部分的话 你要注意到今年下半年 而不是今年上半年 上半年已经过去了 股价可能都已经反应完毕了 所以说你要记住 今年下半年的营收 能不能够跟上所谓市场成长的一个需求 才是这张股票操作的一个重点 那今天大盘大跌的100多点嘛 那这张股票还是非常的强势啦 那后面要布局的股票 我希望投资朋友们拿出你的信心 大盘大跌了这么久了 1610点 真的跌到没有办法再跌了 一定有标股出来 那这些标股你一定要事先布局啦 而不是说你在电影机前面等验证 那今天你对老师有信心的 你愿意把手伸出来 老师也愿意用这三件课 来回馈给你喔 那记得这份资料前面50位 前面50位打电话进来的 跟我们助理索取办好手续 那这三档股票老师亲自通知啦 这三档股票都是让各位低档布局的 基本面加技术面在低档区 拉回找买点 三档股票里面 有两档是苹果概念股的 老师真的希望你能够跟上脚步 你不要在旁边等验证了 三档股票都让各位波段操作 老师有信心 能够让各位做到一个反败为胜 但是今天这份资料 对各位而言非常重要 赶快打电话进来索取 我们明天见 本层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稳超胜券严老师推出父亲节 我们来看 庆祝一下父亲节 愿天下的父亲 父亲节快乐 父亲节要给各位一个不同的 绝对跟之前不同的 八八 八八代表什么 祝你快乐 打电话进来咨询一下 我们明天见 运打投资 连老师 会员三级跳 特会直升VIP VIP直升清代 老师大个大 亲自接听服务 只要二分之一 速下02 2781 0909 2781 0909 运打投资 严分医师 现场基本面研究 资历完整 共有20年丰富的股市经验 毕竟多次问言与空投 积极败散公司 透视基本面 带领会员领先布局 熟悉大海结构 掌握台股走势 产业深度研究 前进动物足先机 严格风险通管 带领保证代出 集中火力 开始累积击效 灵活攻守 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 良师益友 变名股质股将线 02 2781 0909 2781 0909 森田药庄高纯度 剥尿酸面膜 像一度 叫两度 像三度 叫四度 像五度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了 就是这样了 现在要介绍的是一台 不需要压缩机的冷气 第一台不需要安装冷煤管线 真正可以吹出冷气的水冷气 应该说它是一台 可以随时移动的水冷室冷气 免工具 免安装 没有压缩机 不用冷煤 只要140瓦 真的超省电 它的原理就是融合了冷气机的 散热片的散热原理 以及中央空调 冷却水塔的降温的冷煤效应 达到冷气的效果 在背面的进气孔 设置了大片的棋片冷却网 散热网上方是一排 灑水孔 启动电源以后 灑水孔会间歇性循环出水 把棋片冷却网淋湿 大面积的往潮 会快速吸收空气中的热能 转化冷却溫冷空气 让生液还能受到好 能防效 哎哟 哎哟 现在不是凉 是冷 那有的 哎哟 我去夾的皮 哎哟 这一串就降不動了 你看 开始有电风的字 吹是冷气的冷风 水你把它吹 你一直把它吹 絕對会好 为了就名一吹出的鞋 降分的